中共政治人体实验现场实验报告 四十 大家都看到我现在面色比较憔悴 因为我正在遭受电磁神经武器的酷刑 看看我这眼睛 大家看到了吧 我已经有连续将近一个星期不能正常的休息了 每天呢就跟睡不着觉一样 他用电磁波对我的头部进行殴打迫害 也就是根据当年国家报那个行为 说谁谁也被脑器官邀给国家了 广东报的 陕西呢找着临时工去殴打那个骑停车的 那是头部 对吧 香港的小孩呢被装了电子眼 大家看到那情况了吧 我那妻子的眼睛不好 我的头部叨到了电磁武器攻击殴打 愣说我就拿大脑器官军给国家了 网友还说我是精神病 大家看到709律师了吗 709律师由于是一届书生 他没有见过中国共产党司法人员的这种野蛮恐吓 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成为精神病患者 说已经到了美国 终生残疾了 凶弱当时 以命令的口感要求我做精神病 否则他们通过我父亲告诉我 如果我不做精神病 那他们就什么都干出来 他们凶残之急 我是不吃那一趟 五年前 凶手用电磁武器追上门的时候 我已经公开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凶手全部处决 全部坚决彻底的处决 但是一直没有到实现 因为这是彻底暴行 甚至可以说是公开的行凶谋杀 三年前 北京市民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 已经普遍知道 这是个弥天大方 就是一起谋杀 大概四年前 我在街上知道很多人清楚 有人指出他们是中纪委的 后面是王岐山在指使他们 大概五年前 有人打电话 在一个北京市的人就打电话 告诉我 不要棍打一片 他们就是北京的一伙人 就那一伙人 就是北京的那一伙人 不要棍打一片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消息 大概五年前 北京的年轻人都知道这伙人 公开的像妖精一样 在北京的善通 疯狂的行凶犯罪 当时市民反映说 如果这样暴力 长期暴力行凶的话 这样暴力行凶的话 是要出人命的 也就是说 北京市的奥云三派出所 对凶手是谁 是一清二楚的 同时凶手 甚至到爱经市奥云三派出所 威胁公安民警 激起了直爬人员的 愤怒 我曾经询问过 奥云三派出所的 有关人员 他们是不是警察 回答是 他们不是公安局的 那么现在呢 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 习近平主席 紧急飞往美国 在佛罗里达 还在胡说八道 庄园 会见了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 与习近平 进行了艰难的会谈 也就是说 凶从凶手 2012年12月25号左右 开始 甚至更早的时候 2009年 追上了电磁武器 神经控制武器 置换武器行凶 并且命令我做 精神病人 否则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 已经持续行凶迫害 长达八年 特别是在 2017年4月份的 这一个星期以来 酷刑再一次行凶加重 也就是说 我所遭受的 置换武器 神经控制武器的酷刑 比709的律师 709的律师 跟我的没法比 大家不知道 惨烈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殴打 虐待 扩害的情况下 我居然今天还活着 还精神在健康的状态 凶手 已经希望渺茫的情况下 再次行凶 现在我到北京大街上去看看 人民群众都在保持沉默 实际上呢 其态度 各方面态度非常明确 为什么共产党不坚决 全部彻底的 处决 对我行凶犯罪的 这伙罪犯 中国共产党养了几百万军队 几百万上千万的警察 地方力量 他的维稳费用 每年高达一千亿人民币 居然他们处决不了 这样一伙罪犯 这种暴行 足不可以震惊全世界了 这是在一个国家的首都 我希望美国政府 川普总统 您在佛罗里达 那个生不出孩子的地方 还在胡说八道中全 正是赵慧 习近平先生 要求中国政府 立即将北京 在北京 对我行凶犯罪 这一伙 立即全部 坚决彻底的 全部处决 结束凶手生命 坚决制止暴行 这是战经全世界的暴行 是战经整个 北京市民的暴行 是所有北京市民 在大街上已经失去了欢笑 保持沉默 都在等待着 处决凶手的暴行 我建议国陆社会 在三四年以前 我就要求国陆社会 采用坚决极端的手段 将凶手犯罪 将凶手犯罪一会儿全部处决 这是公开行凶的 立即全部处决 立即全部处决 谢谢 好久不見了